老人只凭一个词 就让宅男找到女朋友 升职加薪当上CEO 成为人生赢家 卡尔是个彻头彻尾的宅男 日子一向是得过解过 连最好的朋友订婚都懒得参加 可实际是跑到影像店租电影 结果翻车 被路过的朋友无情拆穿 生活中 不管邀约是好是坏 他一律拒绝 可前进偶遇 我跑 朋友的订婚年礼 不去 邻居老太爷约吃早饭 不吃 路过小伙给他递传单 不拿 连银行的工作都是敷衍了之 可以说 人生的意义就是混吃等子 这天在外面闲坐时 偶遇朋友胡子说 他刚环游世界回来 并说人生就是要惊喜和刺激 然后拿出传单没案例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去这个讲座 卡尔当然是 嗯嗯 好好好 可转头就忘了干净 回到家 被放鸽子的朋友找上门 恨铁不成钢地说 再做不出变化 你就等着孤独中老吧 于是当晚 卡尔就梦见自己 不但孤零零地死在家里 还没人在意 吓得他心惊胆战 当即决定参加讲座 讲座当天 一个白发老人在台上激情演说 要大家对生活所有事情都say yes 卡尔觉得荒唐 不想老人突然脱下鞋子 狂奔下来 对着他滔滔不绝地说 年轻人 老夫一看 就知道你是个碌碌无为 事业中落 感情无望 前途渺茫的宅男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种生活吗 卡尔本来无动于衷 可经不起现场狂热的气氛 只好和老人定下契约 接下来的日子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只能说yes 没想到一出场馆 就有流浪汉来搭顺风车 他只好一口答应 可流浪汉得寸进尺 有时借手机 有时借钱 尽管再不情愿 他都只能咬牙说yes 好不容易送走流浪汉 就发现车门游了 无奈只能一边找加油站 一边吐槽老头的契约 在加油站 一辆摩托车突然停下 出现个萨爽美丽的女孩 艾森 卡尔的碎碎念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仅好心送他一程 临走前还送上热情的香吻 卡尔惊呆了 原来说yes 真的能遇到好事 于是周末 当上司打电话问他 朋友加班吗 他不加思索便答应了 没问题 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加班 他兴奋重来到公司 没想到 居然误打误撞 通过了上司的考验 看他这么努力的样子 上司当场拍板 给他升职加薪 经过此事 卡尔越发觉得 老人的话是对的 于是 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都一股脑的答应 在酒吧里喝整夜的酒 yes 挑战跳舞机最高难度 yes 漂亮的服务生过来说话 问也不问 就yes的一阵狂青 结果被人家的男朋友 一顿捧走 当然 yes的过程少不了出现意外 譬如邻居老太 让他帮忙装家具 装完还想抗劳他 下的卡扭头就跑 不料走得太快 一下从楼梯滚了下去 还差点被狗咬 于是 他又老是回到了老太房间 然后他们就 不得不说 这口味也太重了吧 紧接着 他yes的布告板上 所有的招生简章 学会了开飞机 简单的韩语对话 和吉他弹唱 连工作中 客户的贷款申请 也通通给yes 这天 受到传单的卡尔 来到酒吧 意外撞见 那晚的女孩艾森 他不仅是这里的乐队主唱 还是个慢跑摄影师 卡尔的风趣吸引了他 两人相抬甚欢 还约定一起晨跑 回到家 卡尔本想倒头就睡 不料 接到朋友的派对邀请 只能前去赴约 一夜宿醉 稳醉手和艾森的约定 他喝下整整一打呼扭 带着未醒的亢奋 来到约定地点 还格外积极地 跑在所有人面前 结果 跑到一半 却以体力不支而扑街 艾森十分耐心 然后 拿出相机一阵狂拍 果然 生命闯可怪 照片价格高 接下来的日子 两人更是越走越近 艾森将他开车 他则带艾森偷偷翻过栏杆 来到体育馆 在偌大的舞台上唱歌 在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上唱谈未来 虽然很快就被警卫发现 可俩人乐此不疲 这天 卡尔到公司后 被上司严肃地叫走 原来 他放出的贷款太多 慕名而来的人在外排起的长队 引起了总部的注意 被以为这次一定会被解雇 没想到 由于他的慷慨 给银行带来可观的利润 总部的人将他大夸一顿 还决定让他加入董事会 卡尔和上司都傻了 没想到 人生大起大落这么刺激 Yes Yes 这些回答 间接让他帮了许多人 他用韩语开解 因单身而漫漫不乐的韩国电源 用吉他弹唱 让一个想自杀的男人成为歌手 用银行客户 帮朋友举办盛大的单身派对 最重要的是 Yes 让他遇到了艾森 每周 两人都会来一次即兴旅行 到机场 把两张最快起飞的机票 前往一个陌生未知的城市 进行不同的冒险 电话博物馆 实弹狩猎 养殖场体验 甚至混进橄榄球比赛的啦啦队 守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得莫名其妙 两人的感情愈发深厚 艾森还主动询问卡尔 要不要住在一起 在这样的大事前 卡尔少见得迟疑了 可对契约的坚定不移 很快就战胜了游异 他一如既往地说的Yes 脸上却露出不安的神情 又是一个周末 两人照例来到机场 却被警察拦下 原来由于卡尔频繁地进行即兴旅行 学韩语 开飞机 给每个来银行的人都发放贷款 警察居然怀疑 他从事非法行为 这下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虽然最后 朋友带着律师保释了两人 可艾森也因此得知 卡尔那些不羁的举动 居然只是源于一个可笑的约定 他开始怀疑 满嘴Yes的卡尔是真的爱他 还是出于约定才被迫统议 走出机场 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任命卡尔怎么挽留都没有回头 期间 卡尔前妻联系说想要复合 在这个本该说Yes的场合 他却推开前妻狂搬出去 想找到演讲的老人 不料途中遇上车祸 两人双双被送进医院 醒来后 卡尔迫不及待想和老人解除契约 和艾森在一起 老人却说Yes只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真正做决定的是自己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出自本心 听完卡尔恍然大悟 他不顾护士反对 穿着病号裙就冲出医院 碰巧这里的男护士 曾在他的帮助下 顺利贷款买到心爱的摩托 于是卡尔接了摩托 一路封制电车去找艾森 可由于车速太快 他差点没杀住 从艾森的视角看就是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 有一天他会加起七次降云 嗯 跑题了 不管他怎么解释 艾森都没有理会 卡尔只能将人拉住说 之前的事他没有后悔 因为Yes这个约定 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 也让他得以遇到艾森 同时他也正式地询问 眼前的女孩 愿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 深受触动的艾森 自然是点头同意 围观的摄影师也十分感动 然后疯狂地拍了起来 影片最后 这对小行李不仅重归于好 还天天出门做慈善 卡尔大概也没有想到 小小一个词汇 居然能让人生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得到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东西 友谊 事业 甚至爱情 很多时候 当我们面对问题时 也许只要简单地说Yes 就会得到不同的契机 遇到不同的人 过上截然不同的一生 好了 这就是萌妹本期 带给大家的好好先生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